谢谢大家的点赞 欢迎咱新进来的朋友们 这里是洛阳蓝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 吃的真快是吧 咱们没点关注的朋友们 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 谢谢豆豆的关注啊 离得近的高铁站是叫洛阳龙门站啊 洛阳龙门站 火车站就叫洛阳火车站啊 旁边的是麦麦啊 咱隔壁的是麦麦 咱现在看到的是林妍 点购物关注的朋友们可以右下角小房子啊 右下角小房子这个链接点可以看一看啊 最近过来的话都可以提前拍一下啊 咱这个票呢都是一票全盘的 包含着所有的必销 门票呀 往返锁到观光车以及观虎车都是包含在内的 可以提前拍一下 家里有小孩子的啊 身高在1米2以下呢是免费的啊 孩子如果身高超过了1米2 就是跟大人一样的价格啊 都是在咱直播间拍1号链接 右下角可以把咱直播间分享一下 谢谢微笑的点赞 你说的啥呀 故意不回复您说的啥 元旦呢 给孩子放一天假 没事 他们这个放不放假都一样啊 反正这个吃吃睡睡 咱们人类放假也是正常吃吃睡睡的 是吧 谢谢 谢谢送的小星星 咱有两个啊 有两个主播 谢谢送的大啤酒 卖烧卖烧在边上溜达呢 在那个边上溜达呢 等到那个啥 嗯 有假期的时候胖颜 A个到你们的城市去啊 到你们这个城市去找你们 是吧 这样应该满足了是不是 你们没时间来找胖颜 胖颜放假了就A个地方去找你们 找你们奔现去 到你家 估计胖颜啊 估计胖颜这个 估计胖颜 就算到了你们这个城市 你们还说自己没时间 到不了那个城市的某个地方 离动物园离市区的话三个小时随行 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啊 离这个洛阳市区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啊 南洋的是吧 南洋的可以过来啊 南洋的 提前在咱直播间又下脚 小房子买好票票啊 到这个售票大厅边上 有一个检票口啊 出示奥维码核销就可以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 咱直播间这个票票啊 直播间这个票票呢 大家可以提前拍一下 在那呀 竹子质点呀 全国巡演 抖音上说是 灵言吃麦麦的剩下的猪子 还是麦麦吃他的剩下的猪子 是他吃麦麦的 谢谢送到粉团灯牌 这没一个好吃的吗 这么多我以为难道都不合格 看谁在这 在那看什么呢 大家能看到这个 灵言的眼睛啊 雪亮雪亮的 快起快起 快起 整活 开始整活 才一百多公里啊 一百多公里好近啊 安排上吧 两个多小时就到这边来 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咱这边离高速口也可信啊 朋友们 交通挺方便的 纯杜沟站高速 距离咱动物园的话呢 只有五公里啊 只有五公里 隔壁南洋的 南洋到这边就是啊 两三个小时啊 三个小时就到了 九百公里都来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咱不说太远的了啊 咱不说太远的朋友了 最起码咱河南省以内的朋友吧 河南省以内的 能来的度来是吧 到这个县站来 卡了吗 没有卡了 坐得了 哇塞 有个盘子得行吗 不卡是吧 今天整啥活了 吃饱再整活 吃饱了再整活了 还不知道这玩意 啥时候吃饱了 看这里 谢谢大家的点赞啊 咱们河南省以内的朋友啊 河南省以内的朋友 又下角小房子一号链接啊 一号链接啊 都可以点开去拍一下 吞一下啊 出个时间呢 到咱现场来看一看他俩 这个现场看 跟咱在直播间看是大不一样的 这不是树皮啊 这不是树皮啊 这个是竹子啊 年后来是吧 年后来也可以的啊 反正咱离得近的都可以最近安排上 安排上过来 这几天的天气都还可以啊 温度呢在这个快十度左右 不算太冷 大家呢都可以过来 也没有下雪啊 路上都是正常可以过来的 来了两次没有出外场是吧 不管在外场还是在内场 他们这个整合呢都是比较随性的啊 有时候在外场也不一定整合 反正不管在外场还是内场 咱们来到这边都是可以正常看到他俩的 对他们的这个竹子呢是四川空路过来的 雅口真好 319同学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 咱们每点关注的朋友们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下 这个不是卖卖啊 这个是零言 等待小朋友身高在一米二以下是免费的啊 红芒果 咱们是在山上的动物园啊 动物园呢是在这个山上 咱们需要乘坐所到 还有这个交通才能到这边 而且还能爬山啊 还能爬山有一个原始森林游览区 下方小房子一号链接啊 大家可以去点开看一下啊 这个一号链接170呢是一个包含所有必销的一个票啊 门票往返的锁到观光车以及观虎车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啊 可以看到所有的动物 在咱这部间1701号链接啊 直接拍 家里小朋友啊身高在一米二以下是免费的 孩子如果身高超过了一米二就是跟大人一样的价格了 是的咱们动物园是要坐这个锁到啊 第一你那个检票口检完票啊检票口检完票 先是乘坐十来分钟的锁到啊 大概15分钟左右啊 坐15分钟左右的锁到 然后下了锁到 再坐这个观光车啊 坐观光车第一站呢到咱这个熊猫馆 第一站就是到咱这个熊猫馆 下午整货没没有就等着你来呢等着你来了再整货 第一站就是看咱这个熊猫啊 他这个会出货的 不会的 他今天会出货 不是今天不会的 因为他是下雪的 不是 那个这两天人多他也没出货 松县到动物园要一个多小时啊 莫生花开 松县离这边不远啊 老军山远吗 老军山也不远了 老军山40分钟 西兰花是不是看着他的锦气傻笑呢 感谢大家的点赞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欢迎咱们新进来的朋友 这里是洛阳鸿川啊 洛阳鸿川 竹牌野生动物园 坐到河南怎么需要 你要到河南哪里浅磨蛋香 是从哪里过来 是从哪里过来呢 后面那只是麦麦啊 后面那只是麦麦啊 安徽蹦步呀 安徽蹦步你坐高铁的话 坐到洛阳龙门站啊 坐到洛阳龙门站 从洛阳龙门站 然后坐客车 坐客车坐到鸾川县城 从鸾川县城那边 再找个顺风车啥的 到咱动物园啊 对 施灵岩啊 朋友们 这个施灵岩 可可爱的灵岩 前摸蛋香 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 来之前呢 提前在咱直播间 右下角小房子啊 排票票票 到这边呢 直接出示二维码 合销就可以了 省得再排队购票了 而且咱直播间 要比这个线下优惠啊 直播间170 线下的话得176 呀 这不是大胖爷吗 呀 你说的没错呀 就是大胖爷 麟爷什么时候开始蹦迪 他想蹦迪就蹦迪了 帅不帅 你家颜哥帅不帅 帅极了 还会照镜头 对他就是看镜头在哪里 他就扭哪里 嗯 感谢大家的点赞 右下角小房子一号链接啊 右下角小房子一号链接 咱们呢 可以提前啊 提前拍一拍头一下 咱直播间170啊 咱直播间170 比这个线下低呢 要优惠啊 第二呢 咱们到这边之后 准备再去排队购票了 出使二维码 到这个检票口 合销就可以了 一票全含的价格 一票全含的价格 包含门票 往返的锁道 观光车 以及观户车啊 都是包含在内的 感谢大家的关注 胖爷整活 要看他心情啊 看他心情 真正吃 真正吃了 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 然后神经都像绷紧一样 然后呢 再闻这个竹子 到底好不好吃 学生也是咱直播间 这个价啊 朋友们 学生也是咱直播间 这个价 170 只有身高在 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 是免费的 只有身高在 1米2以下的小朋友 都是免费的 其他人群呢 都是在咱直播间配啊 170 还有60岁以上的老人呀 包括有那种优待证呀 以及这个教师资格证呀 或者是年票的啊 这些人群呢 也都是咱直播间这个划算 有那些证件呢 他只是免个门票 其他必销 所到呀 还有这个观光车 观户车 加起来这个价格 比170还贵了 所以还是咱直播间 这个划算啊 学生的话 也是咱直播间 这个价格啊 感谢 感谢大家的关注 咱们右下角 小房子1号链接啊 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啊 提前去拍 到这边之后呢 出示奥运码 和销就可以了啊 秒入圆啊 秒入圆 金箍棒 金箍棒的小熊 背着金箍棒的小熊 田园峰可以左上角 点个关注 田园峰 没吃饱 今天还没吃饱呢 谢谢你的分享 帅吧 帅吧 咱碰爷帅吧 朋友们 咱碰爷帅吧 没吃饱了 那个都要来了 当然就要吃 卖的有那个玩偶啊 卖的有那个玩偶 帅死了 帅迷糊了没 有没有把姨们给帅迷糊 迷糊了 迷糊着都要晕了吧 欢迎咱新进来的朋友们 新进来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里是洛阳轮川 竹海野生动物园的 又下角小房子 提前拍票一下 上午同学会 应该有朋友录视频的 离洛阳不远啊 保时美好 咱这就是在洛阳的 卵川县啊 离洛阳的话 两个多小时 直接走高速啊 直接走高速 然后到这个 重渡沟站高速口 动物园距离高速口 只有五公里啊 开车十来分钟 就到动物园了 自驾会方便一点啊 自驾会方便一点 你好花花 感谢大家的点赞 洛阳有高铁的小智姐 洛阳有高铁啊 卵川目前没有高铁 对 自驾方便啊 自驾方便 坐车的话得倒车呢 坐车的话得倒车呢 不如自己自驾啊 或者是找个顺风车 江苏过来啊 江苏哪里啊 花花 无锡啊 无锡过来得十个小时左右吧 十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那样子 无锡的话你可以坐高铁 无锡的话可以坐高铁啊 坐高铁到这个洛阳龙门站 从洛阳龙门站包个车过来 浙江呀 浙江过来也可以坐高铁 然后 到这个洛阳龙门站啊 高铁是到洛阳龙门站 从洛阳龙门站呢 直接包个车过来 你要是开车的话 有点累啊 十几个小时开车有点累 对龙门保持美好 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 咱们几点关员是吧 游客朋友是从下午四点之后啊 基本上就不让上山了啊 因为咱动物园游玩时间 大概在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左右 要是时间太晚呢 就游览不完了 天黑的又比较早 所以建议大家啊 赶在下午两点之前来啊 赶在下午个两点三点之前啊 最晚三点之前过来 山上也有住宿的地方的 有的 感谢大家的关注 一旦不吃完我就该走了 咱们右下角小房子啊 来之前在咱右下角小房子 提前拍票票啊 没声音 我说话没声音吗 是不是直播间听不到 哥们 对咱动物园在山上呢 动物园在山上呢 有声音是吧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声音调一下 朋友